那是手機嗎? 媽媽說我開不拿這手機 對 我想你 看他在嗎? 嗯 那你自己想 看他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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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懂 有幾個人了 眼睛 看他在那裡 在那裡 看他在那裡 是嗎? 你沒有 你沒有 好 不错 好 好 哈囉 大家好 現在有幾個人了 八個 八個好 我們再等一下大家 我們今天就是 今天我們現在在華臉 然後我們今天的任務 是想要跟大家閒聊一下 然後還有一個最重要的重點 是因為其實我們今天 要推薦我們住的這間民宿 然後CP值超高 所以我們就閒聊的過程當中 就是大家跟我們 聽我們的分享 然後閒聊的過程當中 我們會帶大家去看一下 這間民宿的房間 然後有什麼樣的房型 然後最重要的是 今天會抽出兩組客人 就是一組可以抽到雙人房 然後另外一組可以抽到 免費的四人房的住宿券 所以總共有兩個 免費的住宿券 對 然後所以大家稍微耐心的等候一下 我們等人再多一點點 然後我們再來繼續這樣子 這是一個閒聊的主題 沒錯 閒聊的主題 然後有很多好康的優惠要跟大家說 其實我們今天住的這間飯店 我們本來以為好像蠻貴的 對 因為它地段還不錯 就是交通很方便的 然後也可以停車 對 然後進來看就是 哇裡面是有裝潢過的民宿這樣子 對 然後其實 先跟大家偷偷講一下雙人房的價格 好了 你們應該會嚇到 如果是平日 像我們現在住的話 就是平日嘛 一到四 一到四 對吧 嗯 雙人房 雙人房 以花園這邊 我們自己本來在訂民宿的話 大概 雙人房到將近快兩千塊吧 對 沒錯 然後四人房就要到兩千多塊 快三千塊的價格 對 但是這邊 雙人房 只要 不知道有沒有人猜得中 只要多少錢 不知道有沒有人猜得中 來 粉絲們快留言吧 猜中可以怎樣 猜中 猜中可以得到 主播 的 廢文 哈哈哈哈 雙人房現在也不能怎麼樣 猜中就是很棒 好吧 不然就是你如果真的有猜中 我們就從猜中裡面選一個 送一組雙人房好了好不好 我們就是今天 就這麼大 就這麼大 只要你猜中 我就送你雙人房價格 而且是官網價 然後因為其實 他們的官網就是奧丁丁上面 有一個 上面的那個 病房網站系統的官網 所以價格非常便宜 我們還沒講這家 這家民宿的名稱叫做 看見花蓮 看見花蓮 對對對 欸有人猜600 600應該會小姐有點錢 黃小姐你猜600 請問你是住哪裡呢 什麼名字 什麼東西 欸有一個 有一個跟我們的粉絲人 好好 他說上週末才參加了 奧丁丁追路的行程超退 必須要跟大家說 我們今天走 我們今天走 追追路 有什麼心得感想呢 神類 這是 生母可 要這麼誠實 很誠實 必須 體力的斷裂 對 壓力的發心 哈哈 就是 就是我只有生母可 你真的是可以講 不要不要 不要 因為景色很美 可是真的就是需要一點時間 就是你要先激過苦痛 你才能夠享受到之後的愉悅 他們就修煉成仙了 對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的照片 我覺得蠻美的 那他們要怎麼看到照片呢 就是我現在手機啊 你要自肥的 因為我幫 拿出自己的美照 沒有我可以拿你的 等我一下 為什麼要拿我的 就是每個人都必須要擁有一些 就是很精靈的照片 我們就是 一開始爬的真的很痛苦 因為他雖然單燙子 他這樣子開放到3.1 不知道這樣看不看得到了 那可以嗎 你要不要讓我聊 要要要看 給大家看一下 多像仙境啊 就是 從凡人變仙女了 什麼什麼意思 它什麼意思 就是我們就是凡人 好我們是凡人 我們是凡人 所以他現在最入骨道 他是需要身體登山症的 然後 呃 我想說 他單程只要有3.1公里 然後去之前 3.1公里 不是跑步30分鐘就結束了嗎 3.1公里是能走多久 但沒想到我們真的太天真了 我們第一 第一次休息的時候 就覺得再也不行了 再也走不下去了 我們只要想 現在馬上停下來休息的地方 是0.8公里出 0.8公里出 0.8公里出 就還沒有到1 全包我們覺得夠了 今天真的夠了 我們一直游泳 不要回頭 可是真的 必須認真前來講 就是因為它其實 斷崖處在大概2公里多 2.6公里多 對2公里多的地方 從那之後其實非常漂亮 就是你用前面的那一段 辛酸的過程 後來就是一整個很壯觀的景致 就是一看到斷崖之後 就不累了 腳也不痠了 對 也不喘了 對 就是整個人活起來了 但前面就是死人中的 很認真 很認真 為什麼要來 欸對啊 再講一下我今天剛剛前面講的 因為剛剛有人猜600 我覺得這樣真的太不合理了 真的 因為猜中我就送你嘛 所以大家認真猜一下 黃小姐一定是在開玩笑 所以 幽默 很幽默 真的非常幽默 雙人房 平日雙人房的價格 就是600有點誇張 因為你住青年旅館600 我買吧這位孩子 有一位蘇先生他猜1000塊 我真的 你中獎 就是你 就是這位蘇先生 或者我們 你剛剛說什麼 雙人房 雙人房 免費住宿券 好不好 直接私訊我們 然後我就送你雙人房的住宿 欸有人猜中了 就是 就是那個價格 就是1000塊 對 另外 你覺得1000塊就是 還沒有感受到1000塊的價值 等等你看房間裡面 你就知道 這個1000塊有多少 沒錯 你以為1000塊就是很隨便嗎 沒有 對 欸不要忘記 因為我們還是要抽另外一間房間 是四人房的 所以四人房的價格 我們要用猜的 猜中就送 那最後我們公佈 好不好 最後我們去看完房間的時候 公佈 抽中四人房的那個價格 跟那個人這樣子 就大家趕快猜 雙人房平日是1000塊 那四人房是多少錢呢 對 四人房是多少錢 然後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他們家的位置 我們現在是在看見花蓮的民宿嘛 然後 攝影師可以 就是帶大家看一下大廳的長相 其實它是一個很溫馨的 我們坐在大牌裡面 它那個照片牆 照片牆 照片牆 喔對 我們可以看一下樹上面的灰色的地方 不知道看不看得到 就是其實老闆娘 我們其實他們的民宿其實都有設計過 然後像樹上面灰色的那個 其實他們的想法是樹枝 對啊 他們就是用一種有點樹屋的概念去打造的 然後整棟民宿其實有七間房間 然後就是雙人房四人房跟 就是雙人房跟四人房 總共有幾樓 總共有四樓 四樓 對總共有四樓 所以其實很安靜 而且它其實不一樣 它其實在花蓮市裡面 然後 開車的話 從這裡到花蓮火車站大概十分鐘 然後如果你們想去東大門夜市 就是花蓮現在最新鮮的夜市 最熱門夜市 大概十分鐘 十分鐘 對 然後其實它附近有很多東西 就老闆娘剛剛有跟我說 它還有有名的那個啊 中正包子 中正包子 公正包子 公正包子 公正包子也是十分鐘以內 又有人加入 再說一下我們今天的活動 就是你現在只要猜中他們平日四人房的價格 然後我們就送你免費的租宿券 對 那什麼 什麼時候公佈就是最 最後的 直播結束的時候 對 直播結束的時候 我們今天要付快速 對非常的快速 然後那因為如果就是 有太多人猜中的話 我們就從這些猜中的人裡面挑這樣子 抽獎 對抽獎 對 所以大家還是可以趕快猜一下說 就是現在四人房平日的價格是多少 千萬不要作弊 就是非常便宜 我想要介紹豆花 喔好啊 你可以講一下豆花 就是聽說這家豆花非常的好吃 跟非常的有名 有沒有花蓮的朋友可以告訴我們 是不是 我們是不是真的 有沒有吃過嗎 記得活動 要記得猜一下 然後我要說一下 十分鐘之內 可以到達景點有哪些 就是有名的就是那個公正包子嘛 東大門夜市 然後還有炸彈蟲籽 就是來花蓮壁吃的那個 剛剛說每天說有兩台車 就是藍色的車跟黃色的車 然後就是 各有擁護者 看誰喜歡吃哪一台 然後兩台都要排很久 我之前有去排過 但我忘記我是排黃色還是排藍色 OK 然後這附近還有松園別館啊 慶修院 慶修院離這裡非常近 然後 老闆娘有跟我說 就是如果你們來住這邊的話 其實附近有一條很美的步道 叫佐倉步道 就是一個健行登山的行程 然後還有薩庫爾步道 最厲害的是 我必須要跟大家講一下活動 因為其實前陣子不是花蓮有地震嗎 然後觀光局就推了一個活動 可能大家都不清楚 就到六月三十號之前 如果你平日的話 兩個人然後三天兩夜遊 就是你到花蓮來玩三天 然後在這裡住兩天的話 觀光局會補助一個人的住宿費500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直到六月三十號 那我們有嗎 可是 就是我們有使用優惠嗎 優惠不能併用 就是觀光局說的 觀光局說的 優惠不能併用 所以一個人只有一次機會 你要怎麼跟他領聽證 不用很簡單 因為其實 看見花蓮有參加這個活動 有粉絲說好像是三人以上啊 有兩個 我先說一下兩人的 一到四 禮拜一到禮拜四的話 你兩個人 然後在花蓮住兩晚的話 一個人會補五百塊 然後因為看見花蓮這間民宿 他沒有參加這個活動 然後他很棒的是 他已經幫你準備好了 所以 就是你線上訂 對 線上訂的話 他會是付全額 可是老闆娘會當場退款給你 這麼好 或是現金直接退 對對對 然後你只要在這邊 在花蓮這邊 填好這個單子 然後民宿的老闆娘 就會幫你準備好 但這個活動只有到六月三十號 然後剛剛有粉絲說 就是 三人以上的那個 其實他是一到日 就是一整個禮拜都可以使用 那你要三個人以上 來花蓮外 然後住兩天 然後六月三十號之前 一樣就是一個人補助五百 但是每一次都是 欸就是只限用一次啊 哦 就來一趟 對來一趟 三個人就一千五了耶 對一千五 對啊所以你看他們家的民宿才多少錢 剛剛說雙人房才多少 一千塊 對 三個人 你等一下才要公布嗎 好 呃四人房我們等一下才公布 所以如果有粉絲在看的話 可以趕快就是繼續 那我們要不要去稍微就是 去介紹一下 上賺一下民宿 民宿的房間 好 大家往上走 繼續 可以趕快繼續拆一下 就是活動 欸那個 那個 那個 周魏小姐 魏小姐 魏小姐很誇張耶 四人房八八八 他可能是 取個好兆頭吧 是一個人嗎 他希望民宿老闆發發發 哦 OK發發發發 就是 不是我們要猜是平日四人房 四人房 OK 你們等一下看房間就會知道 八八八真的太扯了 四人房八八 他是要賺 沒有沒有我們看三樓的空房 我們的房間現在不太好 我們有見人 三樓和四樓的 對我們有準備好房間要給大家看 我們要送給大家 是三樓的 對三樓的雙單房 跟三樓的四人房 那因為雙單房 我們剛剛已經送出去了 豆花 豆花很好吃 真的假的 豆花很好吃你吃一口 好那我吃一口 魏小姐有補充說主持人好正 謝謝 有兩位請問你說的是哪一位呢 沒有忘記就 沒有忘記跟他們說我們叫什麼名字 不要啦 不是啊妳不是說妳要 妳海邊嗎 所以我一個主公上山的行程 一個主公就是海上的行程 所以我們就是 他是上山邊 我是下海邊 不是說好是說是山邊跟海邊 三邊跟海邊 像海邊的人 哈哈哈哈 叫海邊 講話好聽一點 好我們先看一下 因為一樓其實有一間房間 然後他的房間名字很可愛叫蘇茵 因為他其實比較小一間 所以價格比較便宜 然後我帶一下手卡 不好意思 記憶也差耶 對 就是需要帶一下手卡 在哪裡在哪裡在哪裡 在這邊 其實老闆有說不用特別介紹 但是還是可以稍微看一下 他其實小小的但他很溫馨 而且他價格是 是很便宜的那一種 就是這間快爽 因為他爽人房他比較小 所以他是under 一千 就是一千以下的價格 比我家還大而已耶 對 欸記得大家 就是要抽 就是要記得 今天的活動是抽獎喔 你要就是留言加分享 你跟我們分享 然後 欸不對 不是留言加分享 Sorry 只要猜價格 猜價格 不好意思 猜中 猜中四人房的平日價格 對對對 平日雙人房是一千塊 那四人房是多少錢呢 對 然後這一間是 記得是 就是一千塊以下的 所以其實非常便宜 好 然後我們來上樓 攝影師可以往上走 好 好 有人竟然問我們說 為什麼九點還不能下班 就是為了大家福利 哈哈 我就是要做書券給你們啊 然後你們還不熟看 那我真的要哭 不要這樣子 不要這樣感情威脅 好 好 不好意思 可以看一下那個板子 其實他們很可愛 就是老闆娘很喜歡花蓮 所以他就會 介紹一下花蓮的那個 他用他的走廊 然後介紹一下花蓮 像這邊是以前花蓮的 東大門的附近 下面這邊也是 然後還有舊的蘇花很恐怖 他把他的走廊 就是布置的比較像介紹的感覺 欸 記得要猜四人房多少錢喔 快點猜中了 就有機會可以籌中 就是 就有機會可以獲得 免費的四人房住宿 住宿 對 然後還有記得我剛剛說的花蓮 就是 觀光局有母柱說 你三 平日一到日 三人以上 平日一到日 對不起 不是 不用買了 就是一到日吧 然後三人以上 住滿兩天 就一個人不住五百 那一到四的話 是兩個人住滿兩天 一個人也是不住五百塊 好 這間是雙人房嗎 雙人房 雙人房 對雙人房 雙人房 這雙人房也太大分了吧 你們自己看看 我真的 我真的不騙你 一千塊是誰 這邊也一千塊 這樣子一千塊 一千塊是抽產 欸記得我們說的是 平日的價格喔 四人房平日的價格 大家看看 這間一千塊 所以剛剛那位蘇軒先生 你真的賺到了 就是是蘇軒先生吧 我看一下 請問白天這邊會看到什麼風景嗎 看到田園風景 沒有 因為老闆娘說 是會看到那個花 花東縱谷 如果天氣非常好 看得到海邊 這麼厲害 對 欸你擋住我了 對不起 我想看一下 你想看一下 我覺得地板很漂亮 地板是那種有點 清水建築的地板 對 清水模的感覺的那種 對就是這樣 他怕我們的腳兒 好尷尬喔 你腳有見過的人嗎 喔是沒有 還蠻乾淨的 對就是很乾淨 而且他外浴很寬敞 然後很乾淨 對 記得記得趕快跟大家宣傳 其實我們今天活動是 平日 你猜中平日四人房的價格 只要 你只要數字 你就有機會得到 免費的四人房住出去 對對對 就這麼簡單 那我們等一下最後公佈 所以這裡是三樓的 那剛剛那一出現 抽動的就是這一間 一千塊 超強 平日價 對 這是定局好了 我也好想 老闆有在聽嗎 老闆 好那我們要來看 就是另外一間房間了 這是四人房嗎 這是四人房 哇 感覺很年輕的感覺 很大 它超大 是不是可以直接把腳踏車停進來 很高 好像可以停很多台 你要直接扛上三樓嗎 你要直接扛上三樓嗎 而且我覺得 就是老闆娘貼一些點 他不會因為他是四人房 他就是 真的只有放 就是雙人床 兩房 你看他旁邊還有 讓你可以加床 這是沙發床嗎 對 而且 因為我們住的也是四人房 所以我們 我們的那個房間 也有一張很大的沙發床 他可以把它擦 對 直接擦開 然後就變沙發床 沙發床的那一種 哇 對啊 等一下裝回去 好 對不起 我只是好奇 我只是純粹好奇 記得今天是猜什麼 就是 猜一間自然房的價格 對 然後每一間的裝潢都會稍稍的不一樣 新老闆是老闆娘的意思是說 他覺得 他想要很便宜的價格 比較便宜經濟實惠的價格 然後讓大家來花蓮玩 看到花蓮的美 對 所以像他的那個民宿的名字一樣 叫做看見花蓮 然後 我們也有很多花蓮行程 像是我們今天去走的那個追路古道 或者是我們明天要去體驗的 清水斷來的SUP 然後還有清水斷來的獨木舟 然後還有什麼 喔 三番車 對對對 這些就是你可以 呃 來這花蓮玩 然後 呃 就是跟我們購買行程 然後來這裡住這樣子 因為其實他的地理位置很方便 所以他就在花蓮市裡面 然後你想吃什麼 往南往北都方便 對 很快 我們今天真的不知道有超級多外國人的 欸那個Joyce 那個 那位陳小姐 你猜的有點高嗎 就是CP值很高的民宿 四人房 真的 看起來像三千五 但是其實不需要 真的 他真的蠻便宜的 像他這種 對我跟你們的台庭要包起來 對我們 我剛才說 因為住民宿很貴 所以我就不好 就有點覺得不好意思 想說我老闆哪兒送的太好了吧 然後四樓的房間有個好處是 他有陽台 所以他可以看得更清楚 這一間是雙人房 然後又是另外一個風格 這間好夢幻喔 對 不過好可愛的椅子喔 對啊 然後他們 嗯 這裡有陽台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天氣真的很好的話 欸 哈囉 喔看到老闆娘的那個粉絲專頁了 這邊是四樓的陽台 夜景 那不是海嗎 不是啦 怎麼可能看到 這邊只有山 不會有海 天氣很好的話 可是因為今天 我眼睛不好 今天因為有一點下雨 天氣有一點比較暖 對陰陰的 所以看得比較沒那麼輕盛 有個陽台還蠻浪漫的 對啊 而且它真的很便宜 你又想想我要再試 所以它平日真的只要 就是一千塊雙人房 那如果假日的話 一定是會比較貴一點的 但是假日的話 雙人房是1480 才貴480塊 我覺得 假日的價格 不比它 就是 就是 暑假的時候的價格 我覺得老闆娘很佛心 因為它暑假 七月一號到八月三十號 就是 大家大學生啊 或者是 對 它雙人房價格是一千二 所以一個人是六百塊 你給大家搶著要吧 忘記一千二 夢記一千二 一千二在台北 就是 還有什麼東西 我也不知道你住哪 而且你去什麼青年旅館 也是一個晚上大概就是 要六百塊 六七百塊 對 所以那種很多人房間 對 然後它又裝潢得很美 然後地理位置又很好 就是你騎摩托車來 這裡也很方便 就是一切都新興的 嗯 裝潢也都新興的 就是感覺上是剛裝潢好的地方 對 那我們來看最後一間 就是四人寶 然後 一樣因為我覺得 就是老闆娘真的很愛花蓮 他剛剛跟我分享很多花蓮的 就是 嗯 可以去的地方啊 然後是可以玩的東西啊 然後像他的走廊 這邊一樣也是就是用板子 然後做的一些 花蓮的簡介 或者是花蓮的故事這樣子 對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來這邊住其實是可以看一下的 對 欸 要記得要猜價格喔 港大街的猜價格 哇 這邊簡直可以 超大 可以跳breaking 超大 馬上 主播來跳一段breaking 沒辦法 欸我跟大家 我跟大家說一下 馬上被拒絕 沒有我跟大家說一下 假日四人房的價格跟暑假四人房的價格好了 四人房 假日四人房價格是兩千二 然後暑假的話不要嚇到那個價格 是一千八 為什麼變便宜了 暑假就 我就說老闆娘很佛心啊 暑假變便宜 對 暑假比較便宜 可能比較不知道 因為六月三十之前光光只有補助你來花蓮玩的經費 三個人以上 對 一到日三個人以上住兩千 他一個人補助五百 然後不用上網申請 看見花蓮的老闆娘已經幫你說 好了 你算我付了原價 他現場會回饋給你現金 直接退現金給你 直接退現金給你 不用事前辦任何的手續 完全不需要 你要來到這裡 對 你就可以領到這個五百元的補助 對 然後雙人的話 雙人的話 等於是怎麼了 啊 顛倒了 你有講顛倒了嗎 有嗎 沒有啊 三人以上 我看一下老闆娘跟我說什麼 好來我們帶你去參觀 廁所非常乾淨 剛施分離的位置 真的 好希望我家也是這個 喔 露鏡 這是走什麼風格的呢 主播可以為我介紹一下嗎 我覺得這間是小青青瘋 剛剛鐵馬 這有點田園的感覺啊 森林感 森林系 森林系 然後剛剛那間 有幣化的 我嘛 我森林系嘛 來一個森林系的Post 欸 所以這份的 我們是住宿 講顛倒了嗎 我覺得這個牆很美啊 欸 我覺得光在這個房間 我們就可以拍出 一大堆網裡照了 就是 你每個牆它都不同的花紋 然後你就可以 自己 把它當成一個秘密 在拍照 你看它這邊就是紙條紋的牆 紙條紋可以有什麼Post嗎 嗯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塗 不要這樣塗 我們觀眾的 呵呵 視覺 這一幅畫 漂亮 欸 稍微再講一下這個房間 我給你看我的手卡好了啦 好不好 他們 四樓是有陽牌 然後管家是幾點到幾點 稍微跟大家講一下啊 管家是 就是一點嗎 一點到六點 現在有一點到六點 他們這邊是有那個慈卡門進的 所以你只要有一張卡 你就可以必須進來 然後它一點到六點 是有櫃台可以讓你check in 那你如果是在這個時間帶以外的話 老闆會 把鑰匙放在櫃台 或者是他會先跟你約好說 你要怎麼check in 所以就是 晚上來也是可以的 然後它是全自動的門鎖 所以其實非常的安全 然後 我知道了 不好意思 我知道我跟大家哪裡說不對了 我要更正一下 但是其實也好像也是對的 就是暑假的平日雙人房是1200 然後暑假的平日四人房是1800 那它還是有分暑假的假日 因為假日一定會比較貴一點嘛 所以暑假假日是1500 然後 雙人房 不好意思 雙人房是1600 然後四人房是2400 對 都很便宜 對 然後假日的平日 不是暑假的假日 就是一般的假日 我們把這個假日表整理出來再貼給大家 好 你這樣念寫幾個字 好啦 反正就是一個很便宜 CP值很高 然後又裝潢很美 地底位置有很好的地方 然後我要來看一下大家有沒有猜中 有嗎 有猜中嗎 記得好像有 來看一下 對啊 有人想要問我們問題嗎 不管是民宿或者是追路不到的心得 喔我們昨天去了台東 台東哪裡呢 我們去了台東的陸野高台 幹嘛呢 我們去玩了飛行傘 什麼感覺呢 像在坐船 坐船 在空中 但像在坐船 然後晃著晃著就暈了 真的嗎 但是景色非常的美 對就是 而且應該想說你要跟教練一起跑 但是因為昨天風很大 所以其實不用跑 你就這樣拉著那個繩子 然後教練就叫你把腳縮起來 你就縮起來 然後你就飛上天了 就像一隻鳥一樣 真的簡單 然後就是 他就可以看到整個陸野高台的風景啊 他們的茶園跟梯田 然後教練 如果你不怕的話 教練會帶你飛過那個 山坡的樹梢 對山坡樹梢 就像泰山一樣 你就從那個樹梢這樣插過去 我們之後會有影片就是 對剪輯的宣傳影片給大家看一下 讓大家看看實際的飛行 就是非常好玩 其實一點都不可怕 很舒服的筆頁 欸剛剛真的有人猜中了 而且我覺得他蠻厲害的 他一開始就猜中了欸 那個李佩芬小姐還在嗎 還在的話可以就是跟我say個hi嗎 讓我確認一下你還在 還在的話我就抽給你的喔 哈囉還在嗎 還是Nicole 她 她 她很多話欸 妳要跟我聊聊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有什麼問題想問的嗎 哈囉在嗎在嗎 我們明天要去哪 我們明天要去 呃 SUP跟沙灘車 大家知道什麼是SUP嗎 SUP是一個星星的運動 就是獨木舟大家都知道嘛 就是那一條長長的船 然後坐著滑兩個人 SUP就是類似 但它是一個像是衝浪板的東西 然後你要站著滑 然後它旁邊沒有沒有邊邊 就是站在一個板子上 然後站著滑 而且它是單邊單腳 嗯單邊單腳 嗯 獨木舟是兩邊兩個腳 但是SUP是一邊兩個腳 好她出現了 欸妳抽中囉 她已經配分小姐 妳抽中就是四人房 然後我現在要來公佈價格了 欸有一個小姐說 她下週一要到花蓮晚 欸妳真的可以來住一下那個 看見花蓮的民宿 而且我跟你說 一定要在官網訂 因為官網訂的價格 比你在Bugin.com 還是阿哥達那些訂 官網特惠價 對官網最便宜 所以一定要記得 就是官網下訂 好好利用一下500元折扣 對對對要利用500元折扣 然後我要公佈平日四人房的價格是1600 1600 對 400塊 對一個人400塊 對一個人400塊 CP值超高 而且如果你6月30號以前來 然後一到日 對一到日 然後三個人 一個人還可以補助版 要講很多次 一到日就是每一天阿 就每一天 每天 每天 就每一天 你只要住兩天晚上 兩天晚上 然後就可以一個人補助版 但是要三個人以上 對 6月30號以前 對 好 那我們還可以再來一次 喔 好 先猶豫一下 我們回一樓嗎 對我們回一樓 我們回一樓 再給大家最後看一下 只是 跟我們閒聊的時間 對你跟我們閒聊的時間 對 有人跟我們說好便宜喔 我真的覺得很便宜 我要恭喜那個李小姐 你真的很棒棒 那時候是蘇先生 蘇先生還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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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抽中那個 剛剛猜中平日雙人房的那個蘇先生 蘇先生也是很會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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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鳥猜中的感覺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一下我們 然後就像歐叮叮的 一個女人的 就是出現跟底下消息的私訊我們 這樣才可以獲得住宿券免費的棉霜的房 然後規則告訴你們 然後提價格跟等一下房價的部分呢 我們會傳連結在底下 然後讓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那記得是6月31號 配合就是政府的活動 就是才會有這些更優惠的折扣 其實他們已經很便宜了 但是如果你有優惠 不理嗎不理嗎 對啊有優惠一定會更好嘛 所以記得來個就是剩下的小旅行 然後記得要參加另外的活動 然後來住一下這間民宿這樣子 CP值又很高 保證你就是應該不用五千塊吧 五千塊應該可以玩完整個花蓮 差不多夠 如果搭泰伍格號 搭泰伍格號也很快啊 才三個小時 沒有我們到海中 到花蓮不用 到花蓮只要兩個多小時 這麼快嗎 到花蓮兩個多小時 對 所以大家記得就是要來 就是可以來花蓮兩個多小時 今天早上我們 今天早上開車去追路古道的時候 我們不是被塞在那個山洞裡面嗎 對 然後後來我上面有去查一下才知道 他說他現在是有在施工 所以他是 每半個整點會開放通行 嗯 就是9點9點半 10點4點半 這種是半個整點的時候才會開放通行 所以如果要自己開車去的朋友要就是稍微留意一下時間 不然就會跟我們一樣被困在山洞裡面 最快的方法就是參加奧地利的行程 反正就是教練都會幫你安排好 然後他也會帶你去 然後去看一下那些古蹟啊移植啊 然後 然後 步道的故事 對 然後還會幫你拍厲害的照片 我看 就是我們很多參團的那些 朋友 那個 團員 團員 的照片都超厲害 你可以坐在那個 旋海邊 然後教練從另外一邊這樣幫你拍 就像是 嗯 很瀟灑的 王美 王帥也可以的好不好 就是都可以 你想要怎麼樣 就是很驚人的照片 對 大家看了會一直是腳底癢癢的那種照片 好 好 然後最重的重點就是 反正你們來發連可以選擇 是不是 因為真的CB型太高了 我就是必須要 大家參加 預計住一晚 現在要住哪晚了 我們明天也火速決定就 就住這邊 真的太高 好 那我們要就是因為有點晚了 所以必須要跟大家say goodbye了 好 是這樣囉 拜拜